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提到美国众议院的这个听证会 我们要求美方有关机构和人员 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零和思维 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 停止基于虚假信息散布中国威胁论 停止诋毁中国共产党 停止为谋取政治私利绑架中美关系 我想强调的是 中方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三原则 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 同时我们将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